化学冰联6月2号上午人车转到复理箱玉里镇 展开各村社区防疫扩大消毒 除了重型消毒车以及汉马车之外 无法进入的路段则是由乡防疫消毒大队加强实施 全面性进行防疫消毒作业 陆军花防部化学冰联6月2号上午人车转到复理箱玉里镇 展开各村社区防疫扩大消毒 除了重型消毒车以及汉马车之外 无法进入的路段 则是由乡镇防疫消毒大队加强实施 全面性进行防疫消毒的作业 整个今天早上从石田到火车站 只要玉里接上大条的马路 我们就是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宣导 然后每一条路通通要消毒到很彻底 除非是说那个路况非常的狭小 那个防灾车就大型的车上进不去 那是没有办法 但是清洁队也是会不死不克在早晚的当中也会做个消毒 华防部化学冰联表示 俗称汉马车德MDS106清型消毒器是中科院研制 具备高压冷水 高压热水 120度蒸汽 170度蒸汽 红西式药剂噴灑等等的功能 这个MDS105的重型消毒车是国人自治研发的 那它可以装载3500公升的水 来做一个大地区的消毒作业 那也可以搭配后方有两位的噴灑手 可以实施物状及柱状的噴灑 针对我们的工业毒化物 还有化学战技 与辐射落成的部分都可以具有消除的功能 郁政长表示 花莲到现在累计超过30个确诊案例 防疫如同作战 车帮前来南区进行扩大防疫消毒 协助各村落的防疫措施 它更呼吁民众配合政府公告的防疫措施 才能够使防疫政策达到最大功效 以保护自身安全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